在巴黎回国前都在干嘛 为了这个新年 我先去拍了一套汉服写真 但是因为修图是云游放假了 所以到现在还没剪出来 在巴黎办真的超级简单 在在然后 我去买了个gip 很sit的12-14年没有粉色了 只能拿下这一抹海洋蓝 贵是贵了点 但终身联保嘛 算我能再贵60年 但一年其实只需要100多而已啊 所以买箱子 还是可以激励我努力养生的呀 在在在然后 来搞点巴黎的土特产 LV巧克力 虽然张家了好多次 但送人还是绝绝子 然后再去旁边的药妆店扫点货 全部忙买都很好 再然后 我又吃了我偶像P&M妹的店铺 买马卡龙 非常推荐吃他家花卉的马卡龙 有惊喜哦 顺带一包他家经典的experhound茶 强烈推荐这个当伴手礼 那个优箱 你会记住一辈子 最后带一瓶他们的招牌果价 完美 然后再去给你们继续选点伴手礼 之前说过的水晶肥皂 来几个 这个黑猩猩突海 但肯定有个性看上去不错 就是太占空间了一点 虽然时间不过又 没有买到很完善 但是还是硬着头皮上飞机了 来到机场发现 我的男朋友需要的这个退税 咦 怎么闪了门的 不管这么多了 为了保住箱子的童子之身 趕时间的我们先把行李箱搞个贴膜 就是这个贴膜 薄盐盐这样就要了我20欧啊 这个童子的衣服真是好贵啊 搞定了 我们就去安检啦 结果在这里 我就遇到了一个 天才啊 并说我遇到一个天才 我安检我到卡中备有成差不多10分钟 他带了 4枝牙膏 还有不合眼发膏 带了整堆那些液体摊出来 不然我呆了 如果不是我的袋子在盯着呢 我肯定拍给你们看 安检后我男朋友继续退税了 不知道为啥 这次巴黎机场退现金只能退美金 而且这些价格呀 比我平时不退税还要贵呢 不止这些 吃的东西也不便宜 但是因为好饿 所以还是点了两片披萨 这两块披萨就要了我15欧 大家请记住这个15欧哦 吃完后我又去逛了旁边的店铺 这里还有正宗的法棍 就是自家可以做出法国的味道 非常有意义的伴手礼 但是看了一下价格 可能这个意义其实也没有很重要嘛 最后还是选了几个巴黎今年奥运的周边当礼物 好看了就这几个都拿了 但由于飞机延误上机前 我又买了我偶像对头的马卡龙 虽然我很喜欢我的偶像皮安亚克妹 但是他家的这个茶味还是很不错的 等上飞机的时候我才发现 有的巴黎机场处处有中文 而且好像只有法语 英语和中文 现在大大杰杰杰的 特别是起床 大家都发在忙都快到啊 延误了一阵阵的一阵阵后 我们终于起飞了 接着很顺利就到了芬兰机场转机了 结果因为一个三明治 我们就差点赶不上飞机了 那我们下期继续 掰 咱们下期继续